那个半径的来源 就是半径,取得半径之后 刚刚是透过那个 透过这个 Rondon 取得这个半径 那现在如果说我今天需要这样 按执行之后的话 我可以从外部取得一个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视窗 就是我们可以跳出一个 类似一个简单的一个 Windows,一个小的Windows 然后呢,这边 请输入一个值,比如说我输入一个8 按下确定之后 我可以把值再丢还给 这个最后Council可以秀出来 也就是这个值的话 是透过什么,透过一个外部取得 那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叫做 就是叫做J Option Pen 的这个类别 那特别注意,基本上这个类别 我把它delete 掉 预设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我今天呢,用到 这个叫J Option Pen的这一个类别 可是呢,我没有做什么 Import的动作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去使用它 我讲过嘛,基本上 J Option Pen 这边它会跳出 它会让我怎么样 汇入这个类 这个类别,那这个类别呢 它其实不在Java的套件里面 它在Java X的套件 所以点一下,你会发现 上面就出现什么,Import Import就是外部汇入的意思 我可以汇入什么呢 汇入Java X X的话就是延伸的意思 Extend 一个叫Swing的套件 里面有个叫J Option Pen 那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使用的这个类别 是在外部 不是隐含的 比如说Java.leg 那个是隐含的 隐含就是预设已经载入的 不需要Import 像刚刚那个我们System的这一个 基本上是不需要Import 因为它什么 它是隐属于哪一个 隐属于这个 Java套件里面的leg套件 这个是预设就已经载入了 所以你不需要Import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什么 JR.Champan 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Import的动作 关键是Import 所以将来如果外部有一些 我会用到类别 那我就必须Import 我才能使用 如果你没有Import的话 就不能使用 那如果我要取得外部 就是执行之后 让User可以输入一个值的话 我可以利用JR.Champan 里面有一个方法 点下去之后 它有一个叫 Show Input Dialog 然后呢 上面你就给它一个字串 它会帮我怎么样呢 取得使用者输入了这个值 比如说我输入8 它会把值 丢到S里面 不过特别注意 JR.Champan的这一个 方法所取得的值 一定是字串 所以我们丢过来 上面一定要宣告什么 宣告是一个Stream 你不能宣告的是一个Double 如果是一个Double 它接不起来 它丢过来是Stream 你就一定要用Stream 来接 你不能用Double 或Int来接 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所以我在上面宣告一个Stream 然后一个名称叫S 另外的话呢 我在底下 再把它特别注意 因为我接到的是一个字串 但是呢 我要计算的时候 是要什么 我用Double来计算 所以我在这边 再宣告一个DS 它是 这是Double 这是应该是小写才对 它是Double 它会对应到另外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 名称一定是大写开头 有个方法 一定会有个Value Value Value就是把后面的这个行别做转换 转换成什么 转换为Double的行别 并且给它 所以特别注意 前面这个是它的行别 资料形态的名称 后面是一个什么 后面是一个类别的名称 特别是大写 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Value 把这个值转换为Double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做什么 做个计算 就是半径乘上半径 再乘上π 对不对 那刚刚我们有建立一个π的 什么呢 π的一个常数 对不对 不过这里 如果你要取得真正的π 什么3.14 等等等等 一串 对不对 其实在Mass里面 会有一个 一个这个 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 3.14的 就是我们的圆周率 它已经帮我载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取得 圆周 我要计算圆周率的话 其实可以从Mass 类别里面的这个 这个属性 里面可以取得 那取得方法对不对 就是Mass.π就可以了 那把它乘起来之后 最后 我会取得一个什么 Ds Da 就是我的面积 那最后再把它怎么样 输出 把Da放在这边 把它做输出动作 那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所以这里的话 就是多一个这个地方 J-Option Pen 另外多一个就是Mass.π OK 把画面先换给各位试试看 那记得要Import 如果你打完J-Option Pen 之后要把Import进来 把画面先换给各位试试 就是做一个互动 前面的话 我们只是单向的 用乱数 或者是说我预设给那个词 但现在的话多一个可以互动的 我习惯用J-Option Pen 那个Swing里面的这个类别 其实还蛮好用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